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围绕着三峡大坝是否变形 出现了相当大的争执 相当大争执 国内呢 反应的就比较有点乱 他最开始的往事被网上 其实也是国内人提出来 是有人利用了 就是在对比谷歌的 在三峡大坝的地图 不同时间的地图 发现了这大坝这样 然后呢 他在网上蹬出去了 说这大坝变形了 然后他讲的一个道理 他说在水下是被逃空的 我们解释过 后来国内就不干了 说咱们胡说 然后就找了就是大坝的三峡水电站的工程师 不是总工程师 是个地质专家 说我就住在三峡 我就住在大坝 我的工作就看着这坝 胡说开玩笑 真是网上什么人都有 磕瓜子磕出个臭臭 什么人都有 他说这么一番 他说完之后呢 有个日本人 他说日本人也说专家 就把这个 他的分析的状况 跟地图 按照地图的不同的尺寸比例 和这个 就是有他的第一套算法吧 算完之后 他说大坝变形长 大概多达41米 如果大坝要这么转圈 这原来是值得变形41米 那是确实是想象不出来 但是他是有凭有正 他就给你列出来 他就说这样 国内就又开玩笑 就又急了 说不可能 那大坝要错位错了4米 就早已经崩了 我个人也觉得 如果错了4米的话 可能就崩了41米 就我个人基本的概念来讲 完全是基本概念 没有太细想 41米的话 那应该是碎了 那没什么可讲 是碎了 所以国内又去反驳他 说开玩笑 41米你胡说 而就在国内反驳他的同时 国内又承认 说大坝是出现 是出现弯曲 那叫弹性外交 弹性弯曲 冷缩热胀 那我就想一下 你要说弹性的话 人这话讲的也有道理 所有桥梁 中间一定是切断 切断的意思 就中间 你看开车 你过所有桥梁 如果太小的话 没有 稍微大一点 中间一定是 你开车走 中间是钢的 钢板中间连出了缝 冷缩热胀 让桥梁在外界温度的变化下 有着自身的一种变动的空间 要不然挤爆了 你看那个百油马路 对不对 夏天太热 他又挤爆了 崩了 他怕那个 那你说 在水坝上 咱就不知道 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然后但是 他说出 那是弹性的 我个人能接受 说哎呀 挺厉害 有弹性的 转弯的 在说出弹性的概念背景之下 这个 国内叫三峡景区 就是旅游 那是旅游点了 三峡景区全都关闭 即刻即日边关闭 何时再开 不知道 不许人去了 他又成人变形了 他说变形又没那么大 他说一点危险都没有 游客又不许去 王家洛 王家洛应该是 大陆人来的 他旅居在德国 是比较有名的水利专家 三峡大坝早期 他参与了三峡大坝的建设 他自己是水利工程师 他说我就在大坝 干了不知道 他没说干了多少年 早期建 那早期在建大坝的时候 就是打下面江底下的基础楼 他那里头 那当时就是类似豆腐渣工程师一样 到处是洞穴 空的就是 那江 长江下面 江底 那什么状况都有 在当时在建的时候 就咕噜咕噜一堆就堆起来 网友片报道 其实是主题类似的 但不同媒体 不同的方式在报 纽约时报这么说 香港抗议者呼吁真普选 要求更多的民主 这个概念就冲着中南海去了 2014年当时要求双普选 那被人大给否定了 831张德江的 人大释法的概念 给干掉 那今天五年之后 人们再去呼吁 香港人再次呼吁 就冲着习近平 跟这个栗战书去 栗战书就是个看家的 习近平毫不掩饰 对他的那种不尊重 在公共场合 所以就冲着习近平去了 这个意义的概念 就超过了 现在香港本身的概念 数十万人香港上街和平 数十万人 纽约时报等等 这些都 他的文化都跟中共相关 对吧 他不接受两百万 一百万的说法 他用数十万人的说法 这个概念就像 香港警察 前面过了几百万人 咔哒咔哒 真的就这么咔哒 那视频我都存着了 咔哒咔哒咔哒 扫目大眼 然后对外公布说 三万五千人 就是 就是扫目大眼的 光天化日之下的就胡来 而他 你知道他的做法 直接侮辱的跟他对立的 是跟他的 他的左邻右舍 那都是香港那么狭小 七百万人住着 不就是他的左邻右舍吗 侮辱他们的付出 默示他们为了人的尊严的这种行为 他为了什么 他为了一个小时 挣多少钱 那叫政治吗 和平上街 游行 具体的条件 包括收回不受欢迎的法案 调查警察的独职行为 那哪是独职行为 他们又增加了一条 举行直接选举的权利 双普选 最新的诉求 让抗议活动一个 叫什么 积压已久的核心问题变得清晰了 香港跟中国大陆 以及实行威权统治的共产党之间 存在着日益紧张的关系 他们在香港港会上 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 涂黑了 而且要求普选的口号 一国两制 邓小平直接挑明 共产党的制度 是高级动物 不是人的制度 所以香港不接受 那我就承认 我们是高级动物的制度 你是人的制度 这就叫一国两制 那共产党人 大陆人为什么讲说 这是邓小平的智慧呢 无毒不丈夫 狠毒的毒 自损自贬一切 把自己吃为垃圾 目的是把你弄过来 只要你签完合同 你看他现在说了吧 中英协议已经过时了 你英国人还迷信在 自己的殖民年代 住英国大使这么说 外交部发言人也这么说 都是男的 李连英的后遗 李连英本事大了 对一个政治体系 引人注目的指责 你看他叫政治体系了 他在他的文章中 看不到与神同行的字 你看不到 万劫不复的这种说法 他肯定看不着 他也很难看到 圣哥的概念 而在BBC 那英国的媒体 就对这件事情 报道比较多 香港人国际发出声音 遭到中共国的批评 何韵氏来到了这个洛桑 瑞士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给了他两分钟发言 两分钟发言 被中共代表打断了两次 何韵氏讲 香港的民主和人权 受到了严重打击 两百万人参加和平抗议 但警方向抗议民众 发射橡皮子弹 一百五十二发催泪大 说到这里 中共驻日内瓦的代表 打断了他的发言 人权理事会的副主席 随后提醒发言者 遵守联合国原则 那何韵氏继续发言 香港主权移交后 自治被逐渐削弱 没有真正的普选 中共任命的特首 控制的特首 中共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我们实现民主 民主是人的社会 民主是对人的尊重 那中共的体制是杀人的 一国两制面临破产 抗议仍然在继续 中共代表再次打断说 刚才的发言 无端攻击中国的一国两制主 中国的一国两制主 一国两制是香港不是中国的 是为香港斥定的 一国两制的本身 已经表明他的分裂 他的社会的性质的不同 然后他的表述的概念 已经完全占有的方式 强牵的方式 才会说出这种话 他是外交官类 何韵氏最后说 联合国是否会召开 紧急会议保护香港人 联合国是否会把中国 从人权理事会中出名 那人权理事会 美国已经退出了 因为在美国的眼睛里 他是邪恶的团体 邪恶的国家聚集在一起 他参加会议是应 非政府人权组织 联合国观察和人权基金 邀请的 5号在飞往日内瓦时说 多少有点紧张 虽然只有短短两分钟 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他去了这个日内瓦 那这个黎智英去了美国 去了华盛顿DC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这个林郑月娥 突然再次面对公众 有了一番的说法 叫寿终正起 他用这个词 是表明共产党死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